战柳 26岁 辽宁人 沈阳建筑大学 环境工程专业 本哥 嗨 大家好 我叫战柳 也可以叫我刘小炸 26岁 辽宁丹东人 毕业于沈阳建筑大学 环境工程专业 曾先后就职于两家国企单位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是想求职一份教育培训 销售 以及助理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好的 欢迎战柳 双方老师好 你好 战柳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就是听说您喜欢坐地铁 所以每次我坐地铁的时候都特别祈祷能够见到您 你老在地铁里吗 是啊 你坐几号线 我说我坐十号线 这咱俩线路不大 我说了吗 我主要坐的是一号线 二号线 四号线 八通线 我懂了 下次我坐一号线 二号线 四号线 八通线 十号线 回去 好 来 说工作 26岁本科是沈阳建筑大学的环境工程 每年毕业呢 08年毕业 08年毕业到现在四年了 这四年都干嘛了 毕业之后刚毕业去哪了 刚毕业就在学校招聘的时候去安钢集团 不错啊 安钢 还好 安钢集团是什么部门啊 矿山公司 主要是采矿 采矿的 那你的工作你又不能去采矿 你就是 我是做环保的呀 因为我学环境工程嘛 对 主要是管大型的环保设备的 这个事业单位 属于国企大型的国企单位吧 然后你是正式的吧 对 正式的 哇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来的都是特勇敢的 干了多长时间就辞职不干了 三年 三年 对 怎么了呀 高考的时候就特别想来北京 然后呢 我就想 那时候就没来成北京 我就在想我考研的时候可以来北京 但是由于我签了这个工作 我又没有考研 考研也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 比较想考研来北京 然后我又决定我想考研 然后就在考研的期间 就是你决定考研的时候 其实还是在安钢工作呢 对 对 对 然后在学习的期间 一直都是我男朋友在鼓励我 所以 男朋友也出来了 我男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 原来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长 我是副班长 然后他在北京工作 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 来北京工作了 对 对 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去安钢了 安钢了 我也挺想来北京的 然后我就说我准备考研来北京 就是他一直支持你 对 他特别支持我 好 考研没考上 没考上我就觉得 有爱情在这儿 我也要来 既然已经有来北京的梦 然后爱情也在这儿 我就为了这个梦想 为了爱情 我必须得来北京 为了爱 来北京 辞职 其实我觉得我是奔着他来的 这些事情应该不用 非得去表达 去说 你懂吗 少林老师 你懂吗 我非常理解他 这个事 什么叫非常理解他 我真是脚都差点上来了 你懂不懂 他辞职其实是奔你来的 我懂 我懂 你懂啊 我心里非常 内心非常感动 内心是非常感动 还是非常惊恐 我感动 感动 感动 结婚了吗 领证了 那就叫结婚了 小刚老师 他生特项目 你说怎么 我推广一下法律 我们国家的法律 不以摆席为标准 以领证为标准 所以只要是领了证了 以后回答就得叫结婚了 什么叫领 他刚才看这个简历的时候 当时吓一跳 婚否 我一般都就是是或者否 他写的是合法两字 简历写的婚否写的是合法 是的 好 结婚了 对 压力大吗 你 现在 还好吧 我觉得 你什么工作 我也是国境企业 做好养家的准备了吧 做好了 亲爱的 我在这平台 我只希望你找到 你最喜欢的工作 只要你过得开心 任何压力 你不要去考虑 养家的事有我呢 作为男人 我会担当的 所以你也只要 好好照顾你自己 做最开心的你自己 就可以了 我爱你 我支持你 快 纸巾 纸巾 谢谢 谢谢 咱们聊聊工作的事吧 请进 小伙子多好啊 是吧 老实 是吧 厚的 傻乎乎的 又愿意当牛做马 是吧 给个很大的支持 所以咱找工作的时候 压力就不用那么大 对吧 来到北京干过什么呀 修地铁的 地铁建设的 地铁 就是修地铁的建筑工程公司 对 怎么又不想干了 主要是考虑到家庭的因素 什么意思 就是由于他也是做工程的 我也是做工程的 工作地点就是北京 对 离开北京不去 你的专业能力主要在哪 张领 就是原来都是技术的嘛 环保技术 而且都是工程技术 对 再不就是设备 就是那种工科女 您懂吗 对吧 就特别典型的工科女 就是连逻辑 就是脑袋的思维 都是逻辑思维 你给我举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大家 挑个睫毛膏吧 就是上学的时候 人家挑睫毛的女孩 人家对面音乐学院 可能讲究的是什么 怎么挑呢 又浓又密又好看 我们讲究的是 这个弧度多少度角 真的吗 真的 就是如果达不到那个角 就老挑 管他那个角好看不好看呢 我要提点我的这个建议 刚才你男朋友 在跟你谈的时候呢 我看到你感动的 眼泪是哗哗的 但是我觉得呢 有个问题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话 我就不会这样来说 而且呢 你要考虑到 他谈的一些话里头 实际上是有 我认为有些瑕疵的 目的是告诉你以后的话呢 理科生的女生呢 应该呢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情商再提高一点 我真的不爱情 刘总 刘总 你不是他男朋友 我觉得我跟刘春华相比 我情商太高了 不要紧啊 大家呢可以有意义 但是可以呢有质疑 但是我要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对不对 供你参考吧 好 谢谢 这个男朋友这样说 我希望呢 我是家里头一家之主 然后呢 你来在这儿好好的 你来在这儿好好的 这个找工作 如果说是 你男朋友说 你就不用找工作了 咱是相亲结婚 我觉得这个呢 很可能成功 来来来 不聊了 不聊了 你说 我能说一句话吗 让他以后不再发声了就可以 就是关键 您说那个观点的那个人 他不是我老公 这个才是我老公 这就是理科思维 好样的 敢于为爱走天涯的女人 如果一份工作 让他爱上的话 他同事也会非常的投入 这其实是一个优点 大家看到了啊 大家看到了 他看到了 战友很有意思 聊天能力非常强 与人沟通能力非常强 接话速度非常快 统治他老公的能力非常强大 这是综合 在专业能力上 偏理工 偏数据统计 是吧 对 偏工程 偏环境 总之就是标准理科女 但是我还好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 我原来 由于是厂子的环保大型设备 改扩建 然后就新成了一个环保类的车间 车间新储建的时候 70人 管理人员8人 然后我是唯一一个年纪最小的 而且唯一的一个女性 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现在有一个小团队交给你管理 有一个老师傅 常年不听话 有这样的吗 有啊 肯定有呀 越是老师傅 越麻烦 对 对不对 觉得自己有经验 是吧 经常说 我30岁的时候 怎么样 对对对 真的就是这样 那会儿你的 那会儿你的直接想法是想干嘛 我想 等到我像你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是后面有风吗 好 没事 可能碰到了某些人的痛处 没关系 没关系 不好意思 那出现了 现在真出现这个情况了 有一老师傅 就是我 咱们现在这个团队 我把进度拉慢了 有这种情况吧 现在头说 小湛 你去跟那个谁 跟张师傅沟通一下 让张师傅快点 头都触他 因为张师傅是老师傅 头也不知道怎么交流 就觉得你个小姑娘 可能好交流一些 明白这个情境了吗 明白了 这情境真实生活当中 一定出现过 对对 对不对 张师傅 老师傅 张光 那个师傅 你还有一个表没做完啊 是啊 那个咱们这个团队吧 集体就插着一张表 大家都在盼着你呢 明天吧 真的明天吧 明天 这今天真的不行 明天有可能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你今年有多大 26 26 我26岁的时候 从另外一个行当转过来 我听说了 听说过吗 车间主任都我提的嘛 让我都跟您学习 全车间的人都知道这事了 那可不 我26岁 你想听听 我跟你说我26岁 那家伙那个转折 太成功了 张光 你26岁的时候做报表呢 做呀 做得快吗 还挺快的 哎呀 服了 哎呀 把我眼泪都消出了 各位是这样 战柳的交流能力 应该说 没问题 非常好 以他今年26岁来说 颇有点罕见的 对 能力非常强 各位 先不点评 等一下12位选择完了之后 我们看结果 请选 谢谢大家 12点灯全部亮着 天生我有才 周老师 其实她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女 但是在生活上 她有情调 她有着大女人的智慧 却有着小女人的情怀 我觉得这点是 很喜欢你的一点 但是呢 待会儿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把你为什么想从事教育培训 以及你现在想要做的助理相关的工作 这个特点充分地体现出来 好吗 周老师 我多问一个问题 包括他今天的这个腰带和鞋的这个选择搭配 整个服装的搭配 是不是还都挺挺好的 非常得体 这叫上下呼应法 而且他用黑配红是经典的搭配 很聪明 来 刘晓赞 我我蛮喜欢你的 原因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除了淡定之外 你显示出很多的灵活性跟创造力 是的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也是给你加分的 因为教育培训这行业呢 我也有点了解 你一直在强调 你常常的思维是工科女的思维 怎么用工科的思维去理解教育培训呢 说一说可以吗 好 来 教育培训 我觉得我 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谓的教育培训 因为我也开过培训吧 我想我不一定是要传授你什么样的知识 什么样的模式 但是我要传授的 提高的是个人的兴趣 然后呢 根据你的兴趣来 兴趣上来了 然后我再给你列出提高 然后您知道 你将来要学的 学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是要做什么的 然后一目了然 你很明确目的 你也有兴趣了 那我觉得这个 教育也好 培训也好 就是成功的 这个我一定要点评一下 虽然讲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我们搞个性化 首先要有开发 就是孩子的兴趣 所以说得特别好 好 这样 我问你一下 刚才你说了一个 很奇怪的事 说你也开过培训班 你开过什么培训班 就是大学期间 还暑假吗 带小孩子学习 带小孩学习 就是五六年级的学生 你是在家里面办的吗 对 在你家 来多少孩子呀 第一年来了四个孩子 四个 收钱吗 当然多多少少 会少收一点 象征性的收一点 外面比如补课费 是一百块钱一天 然后咱们就十块钱 五块钱一天 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 你发现你的能力哪强呢 就是把孩子的兴趣 调动起来了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奖励制 什么意思 就是小孩子嘛 他们肯定是喜欢表扬 喜欢奖励 然后当时本来 我没收他们多少钱 但是我自己就去 去花钱买一些文具盒 买一些笔记本 然后呢我就说 那个咱们就是 平时有课堂测验 然后呢测验多少多少次 大家谁取的 第一名的次数多 老师就送一个本 但是那个本不是单独 就是一个笔记本 而是我给他 在匪页上会给他 写一些祝福的话 鼓励的话 为每个人打造的话 那样的一个本 然后他们孩子就认为 这是老师送的 就特别珍惜 每个人都想要 都想让老师 对他做一个评价嘛 所以就特别想要 我发现他的这个 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谢谢 他真是一个 就是主动创造能力 很强的这样的一个 一点不像 他刚才描述的 那个墨守成规 挺有创新能力 是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 其实你啊 本身你有这个 销售的沟通能力 又有市场的敏锐 又有运营的这种 个性化的细致的能力 谢谢您夸张 所以就是说 我跟你讲教育行业 不像很多人想的 就是老师 其实我们跟正常企业 是一样的 我没有市场营销运营 全部无脏俱全 忘了不 所以我觉得 首先找到一个 自己熟悉的环境 能发力的环境 是很重要的 要树立自己的信心 建立心理优势 非常关键 不问了 谁都不问了 谁都不问了 各位 12位都在 做选择的时候到了 如果你们觉得 应该离开 就赶紧离开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 到了战友的手中 选择 舒华离开 谢谢你舒华 苏珊离开 恭喜离开 三位离开 九位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人越多 其实越麻烦 因为对于你的压力 越大 所以现在开始 运用起 调动起 你的纯粹 理工科的思维 清醒冷静地 听每一个职位 并且做出判断 来 我决定 刚才了解到你以后 我发现 最大的特点是简单 但是呢 做事又很踏实 那么现在我给你一个 简单的职位 就是我的助理 我们团队有个优点 就是我每天会 培训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会营销的话 当一段我的时间 助理最多半年 你应该能够成长 一个不错的营销人 那个时候 你愿意继续做我的助理 可以 你愿意到营销一旋去 也可以 我觉得两方面都可以 来 优胜教育 那个 郑柳 优胜教育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 储备干部 培养方向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 直蒙督导 一个是我们的 高级评估经理 由我们的副总裁 亲自带你 我就不想讲 我的副价值了 你们俩迟早 都有孩子对吗 你好好想一想 在我们这工作 对你的家庭的帮助 这里是没人能比的 你们家万一是个女儿 我这化妆品 免费用 那得18岁以后 对不对 反正都是投资嘛 无所谓了 但是我们也更现实 如果说对你们的帮助 最大的应该是我们 因为战略文化 是专门专注于 财经商业和心理学类图书的 那么从夫妻关系 到孩子教养 那么最专业的图书 都是我们这边出版的 那么我给你提供的呢 是营销中心的市场专员 那么这个行业的 一个特点呢 就是刚才你说了 你可能知识储备不够 面广 面窄 那么我这个 是能够提供 非常宽广的知识面 而且是每天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一个图书产品的营销 我自认为 因为我做过四个行业 我认为是最难的一种 营销方式 好的 对 营销中心市场专员 来 宁峰 咖啡之一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营运总监助理兼ERP分析师 好的 来 杰丽亚 那个战流 刚才那个惠普说你是简单 但是我看到现在你并不简单 你是简约而不简单 谢谢你 所以提供的岗位是 我们杰丽亚的品 企业品牌文化的专员 工作地点在 工作地点在浙江 浙江 对 你早该走了 我就是要留下来 出北京不去 你想怎么样 再念一句好多的语 我不能把你怎么样 他会把你灭了 快课药业 我跟你多说一句 何总非常罕见的留下来 因为以我这几次对何总的了解 只要有一个求职者说 我不去外地就爱北京 或者我对医药不感兴趣 何总啪就灯就灭了 而且自始至终不理你了 不提问了 何总留下来 想提供的职位是 从你的履历表上看 你希望教育培训 又希望和人打交道 又希望市场拓展 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 产品会销宣讲员 那是不是也是需要长年在外呀 就在北京地区 就在北京地区 好的 快课药业 来 接下来 苏宁易购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我们苏宁易购 北京大区的市场专员 好的 他主要的工作是 做好我们的网站的这个 市场的这个推广 包括一些这个营运方面的一些工作 好 北京大区的市场专员 来自苏宁易购 五八通城 我给你的岗位是 培训主管 可以充分利用你 所有的优势 好 华语传媒 此见 培训师 这是我给你最好的职位 你有两个优点 一是有气场 二是智商高 你有一个缺点 就是整个的知识面不够 我亲自带你 做职业培训师 到了这个时候 九家企业都很在乎的 来吧 战刘 不说话了各位 谁都不说话了 要听 牛马的意见吗 他遵循我的选择 很好 但是以后在外面 要经常给自己的老公留面 行 那您说帮我选择 这个话题没有 留面不留面的问题 因为在自己 我们交流很多次了 对现场的这些企业 有一个了解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相信战略会有自己的选择 好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七盏灯灭掉 好 好 郭总 谢谢 再见 姚静波 好 谢谢您 再见 影侠 好 谢谢您 是在保允的 柯总 再见 好 好 海南 再见 谢谢您 陈总谢谢你 陈浩再见 谢谢你 小辉再见 陈总谢谢你 非常喜欢你 尹峰再见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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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这个时候尊重 高度尊重 谈前不上感觉 杜总 刘总 来吧 因为杜总是第一次 杜总先来吧 底薪是6000 我最大的目标是 想把你打成 中国女性职业培训师当中的 一流的好手吧 这是我的愿望 谢谢刘总 刘总 请问您 稍等 稍等 我现在有点后悔 然后杜总先说了 因为杜总爆出了 很有竞争力的薪酬 实话实说 我助理的薪酬是4.5 但是呢 我跟杜老师那边 有一个稍微不同一点的看法 我相信杜老师一定会培养你 但是我觉得你离培训师 距离有点远 等一下 盛老师 战留你还有第三条 你给点建议嘛 盛老师 就是最后你把他们灭了以后 私底下找我 比他们多高20% 小战 还有 我觉得 刘总也欢迎你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为你设计的职业通道 是非常长远的 我会这样去看人 而且工作地点再给你 会普 我会省你气的 小战还有一点是什么 现在是竞价阶段了吗 不不不不 刘进波说的非常对 现在不是竞价阶段 大家都已经 焦灼到现在了 难题扔给 你了 思考一下 10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剧名物品 还是 华裔传媒 还是 谢谢 再见 我选择巨美优品 所以你莫属的新书送上 谢谢 最后你的选择 其实是让有一些老板 包括有些观众 会觉得有些意外的 可能就会觉得自己 离培训师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突然间给我一个 这么高的职位 我也是很担心 我会驾驭不了他 所以我希望 就是既然和马哥 给个这样的职位 从助理开始 营销也好 助理也好 我想先从基础学习 如果我觉得 我这方面能力有提升了 将来还可以 继续做培训师 工作愉快 谢谢 苏菜你想说什么 你说刘惠普的销售能力 太可怕了 靠魅力就能 不不不不 刘惠普有很好的 销售能力 你不得不承认 这是第一 第二